他现在就是逼着我们要我们扩道经营 我们各方面也是很不好过为的卸载 以前这里修地铁 2017年10月 刘先生向杭州国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租下了五连西院南门临街的商铺 在四楼面积450平方 第一年租金35万 每年递增4% 押金5万 他说租期到今年11月11号 这幢楼的产权方是杭州五连股份经济合作社 前段时间重新招投标 杭州国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再次中标 我们近来租的是450平方 按说这450平方我是有优先权的 因为他旁边还有450方 加起来总是1000个平方的面积 他现在要求我们把这1000个平方 全部租下来扩大经营 刘先生介绍 酒店一共23个房间 房费每天100到200块钱 这几年没赚到什么钱 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这是原先酒店的前台 前阵子二房东改造把它拆掉了 还打穿楼板准备加装电梯 你说我差你15万 那么我一定抵你的10万的债 这个应该的话不过分吧 那么我抵掉你15万的话 那剩下的那就是你收我的押金 和我这个多收的一部分 还有杂料我一部分 然后合理的话看看 这部分能不能给我一单救助 我也没办法全部加上投进来 大概多少钱 我需求差不多十几万 陈总介绍原先四楼房子是整租的 给别人做游戏厅 后来游戏厅缩减规模 只租了一半 另一半租给了刘先生 再后来游戏厅撤厂了 又改成单身公寓 因为涉嫌群租也没做下去 就空置了 如果你要租可以的 但是我不允许租半城 因为我租给刘纳被控制 我要交钱 我永远控制不行 那么我当了我的计划是整一层 现在目前这种 整个房子的运营 就是一层半不好 我先告诉你 一楼二楼餐饮 三楼最原先的 一半是棋牌 还有一半是网吧 网吧倒闭的 刘先生反映 陈总多收取了两年的物业费 两万块钱 其他租户都没有交 他要求退回来 另外还有五万押金和装修损失 刘先生提供了几份合同 硬装费用是四十多万 消防改造是五万多 他说软装部分是五十来万 目前没有凭证 租赁合同中 没有针对装修的约定 我这么大的店 我们投了一百多万下去 我房租这几年 也加了一百多万进去 对吧 那我全部都递给你了 怎么递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就是意思 他是装修 他快选 我全部递给你了 那么装修请我给他了 那么我 我这一年 你说我他熟了 我是不是问村里哪 我全部递给你 那对不对 他这个装修你们还能再利用吗 不能利用 我们都不要 刘先生说 现在四楼已经被租掉了 但陈总否认了 陈总介绍 从第三年开始 他们把房租降到了24万一年 目前租期到了 刘先生欠了15万租金 他同意退掉押金和物业费 这样刘先生还欠8万块钱 他如果 我走呢 我今天我代表董事 我自己拿出也没关系 8万就算了 如果你要一来 那么我就和我把他干了 我要 我法委顾问 不能一起说的 从情理上呢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法律上讲呢 他这个是合法的 因为你的一个周期也到期了呀 那这个优先续约权 到底是优先哪个方面 优先就同等条件下才有优先 现在它不是同等条件下 如果九百方租你也要的话 那你也可以享受那个优先权 优先权在实际上是没啥用的 我房东如果不想租给你 我就把价格抬得很高 你要不要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